大家好 我是陈寗 说到中导美家 通常我们想到的歌曲 就是他非常有名的雪之华 作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对我们会觉得说 他唱歌很厉害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还有一首歌 其实他在唱的 尤其是在刚开始发片的时候 其实你如果跟雪之华相比的话 你会觉得他怎么了 为什么唱歌好像忽大忽小声 然后又好像有点走音的感觉 这一首就是这一次 我在音响展选的试听曲目 就是我也曾经想过一了百了 这首歌在中导美家人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是一首非常好听 而且可以算是非常发人省事的一首歌 那另外 这个这一次我音响展 我也一样选了非常多的曲目 作为我们的音乐的示范 那其他的歌 我会拍成就是很多的小短片 那告诉大家 这首歌你应该听到什么样的细节 但是像这首中导美家的歌 他的内容比较多一点 那我就会把他拍成一个正式的影片 放在我们正式的时间来发 但是 其他的小短片 我就会不定时地发出去 只要我做好就可以发出去 所以记得打开通知 就订阅我频道打开通知 这样子发出新影片 你就可以看到啦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首中导美家的歌吧 中导美家 他有非常多有名的歌 比如说雪之华 这个是非常有名 非常好听的歌 那其中还有另外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呢 他的中文叫做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那这两首歌呢 都是中导美家 在这个日本的The First Take 这个频道上面有唱过的歌 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因为其实如果你不懂他的歌词的话 其实你单听 你会觉得好像曲调蛮好听 可是好像就没聊 就是他的歌就是不断地在那个 那个几个旋律在那边起伏 就是 这样子就是一直在那边起伏 但是呢 你如果再更细听的话 你会发现呢 中导美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早期的版本呢 是唱得没有很好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走音声音忽大忽小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 中导美家呢 他在 非常爆红之后呢 他曾经发现严重的 就是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 那这个问题其实 有很多因素 包括心理跟生理的 但是对他最直接造成的影响就是 他再也听不到自己唱的歌声 那当然现在他有比较复原的 可是在当时呢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其实 这种致命打击对音乐人来说呢 是非常大的 举例来说像贝多芬就是嘛 贝多芬忽然间发现自己快要听不到的时候 他就差点自杀了 但是呢 他没有自杀 他把这个 这个自杀的力量 把他化为 就悲愤化为力量 然后又写了更多的作品 那就是以贝多芬九号 从贝多芬五号后面呢 几乎都是他即将听不到 尤其是到贝多芬九号 他是几乎听不到的情况下呢 写出来作品 但是你看非常美妙嘛 对不对 而中导美加呢 也是一样 在当时呢 他也真的曾经想要自杀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首歌 就是因为当时他的心情就是 真的 他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歌手 作为一个这么红的歌手 可是 为什么我在 最红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严重到 他在舞台上 他完全听不到自己唱的歌声 所以他也无法控制自己唱的 大声跟小声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音高 后来呢 他终于想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 怎么克服的呢 他去摸舞台上的音响 所以呢 你去看当时他发这一首歌 就是曾经我也想过一聊百聊的演唱会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一直走过去摸他前面的那个音响 为什么 他就是要走过去摸 现在大概音乐到哪里 还有现在自己唱了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 这一首歌其实我必须说 一开始听的时候呢 其实 我为了这件事情来跟我太太吵架 为什么 因为呢 我觉得莫名其妙 什么就曾经我也想过一聊百聊 那一聊百聊杀毁 那里面写一些小事情 根本无法理解 什么 携带掉了 什么 我看了这个我也想一聊百聊 结果后来才发现呢 仔细研究了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吵架 说这有什么大不了 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结果后来才知道 这翻译的问题 他如果直接写呢 曾经我也想过要自杀 那我就比较能理解 那他里面呢 不是这样写的 我一直不太理解 一聊百聊是什么意思 后来呢 我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 当他其实是在描述说 一个人呢 受了很严重的打击之后 那他严重的打击之后 生活的各种的小事情 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 Yaguarana 最后一根稻草 我就已经听不到了 结果呢 出门 我就不太会绑鞋带 结果 这个鞋带就是掉了 我现在就已经很难过 鞋带又掉了 我又不会绑 那像这样的很小事情 都可能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打击 而这首歌呢 更直接就是 他是中党美加当时的心情 所以呢 听的时候再去了解他的故事呢 你会觉得这首歌 其实听得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 就是他前面说各种小事情 都是可能会压垮你的一根稻草 可是呢 到后面 歌词的后半段呢 就是他会忽然发现 其实 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事情 大家还是正常的生活者 那最后呢 他就说 我应该向明天 就是向明天去迈进 然后呢 对之前那一个曾经想要自杀的自己 说声对不起 所以呢 他其实是一个心境的转折 我们至少现在看到中党美加还活着 而且还上First Take 你就知道他克服了这个问题了嘛 但是呢 你如果听这个The First Take 的版本 然后再去对比那个 MV 你会发现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呢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呼大呼小声的问题 就是中党美加的声音呢 是呼完间大声呼完间小声 而且他大声呢 是大声到爆调的程度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莫名其妙 写信去跟Mola 抗议 说这首歌这样子你们也来卖 然后呢 Mola 回了非常官方的信 说什么 我们才没有这种问题 我们不可能出这种唱片 不可能卖你这种档案 请你明确地指出 哪个地方有报音 因为太忙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回信了 但是呢 如果呢 你在这个听这个歌的时候呢 你感受到奇怪 为什么这个地方中党美加破音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呢 你看 MV 就知道 他在 First Take 里面呢 他唱歌的时候 是不断地往前往后 往前往后 就是呢 会忽然间很靠着这个麦克风 然后忽然间又很后退 就是他的随他的心境变化 他整个人后退 然后后退声音又变小嘛 那虽然后续可以靠这个录音把他 就是混音师再把他声音再拉起来 可是呢 中党美加忽然间靠近麦克风 然后就 然后就很大声 然后就 声音就爆掉了 所以呢 这一首歌呢 我会建议 你听的同时呢 直接看 MV 你会感受到说 原来有的时候怎么听一些歌曲那个歌手唱歌的声音呢 是这个样子 有的人唱歌是这个样子 其实是因为 有些歌手他习惯离麦克风比较远 比如说像石川小白盒 他就离那个麦克风比较远 所以他的声音呢 听起来呢 就不会说有非常体贴在你耳朵旁边唱的感觉 他的爆发力 那个力道也不会有那么强 在这一首歌呢 我没有觉得说 他对音响有什么挑战 因为他其实就是 该挑战都挑战过 你拿雪之滑来挑战也是一样 就是钢琴配中到美加 那他有爆发力的声音能不能展现出来 钢琴的细节能不能展现出来 但是呢 这一首歌我觉得跟其他不同 就是他有这个录音距离的变化 那录音呢 也有人靠得很近 比如说Lisa 你看Lisa的 First Take 的影片 他几乎都是人贴在那个防喷罩上面 直接贴在防喷罩上面唱 所以呢 他的录音呢 听起来就跟那个 离而远远的石川小白盒 或者是福山雅志 听起来会不一样 那刚好 但是你很难去说去比较 这张专辑怎么录 那张专辑怎么录的嘛 所以呢 这一个The First Take 版本的 这中刀美加 你就可以很明确搭配着MV 你就可以感受到 原来这歌手呢 离开麦克风远一点的时候呢 听起来录音是这个样子 然后贴得很近的时候 原来听起来是这个样子 是有很大明显不同的 那当然呢 你说这个地方他为什么 就没有再去摸音响 因为人家已经 这个病已经好了 所以人家现在不需要这个问题 可是呢 如果你再回头看他当初发这一首歌的影片 听他当时唱歌的技巧 跟他现在已经克服这个问题 他的病也快好了 的之后再唱个技巧 其实还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那这不同呢 跟什么石川小白盒 年轻跟年纪大的 这种不同是不一样的 纯粹呢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 在中间遇到他人生最大的障碍 然后听不到的时候 所展现出来的技巧 你看完这个之后呢 你其实会觉得说 跟这个 跟他的这个问题比起来呢 自己平常生活中的一些挫折 真的算不上什麽 只要我常讲 其实呢 人呢 只要还活着 没有什麽障碍是克服不了的 如果你都有勇气去死的话 你为什麽没有勇气 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呢 所以 我觉得人生最难就是去死 但是呢 像中导美家这样子 非常厉害的 然后去克服这个问题 他用其他听不到 他虽然听不到 但是去摸音箱或者是 赤脚踩在舞台上 去感受那个音乐 来克服自己听不到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 所以非常推荐这首歌 你不只应该看他的MV 也应该看他的歌词搭配着看 然后呢 再搭配着中导美家的人生故事 还有以前的MV 他是一首非常好的歌 我们这一次12月15号到18号的 袁山音响展呢 除了在袁山饭店的105号房 会展出我的大全套F1-12S 搭配Accuphase旗舰系统之外呢 我们在我们的音响沙龙路名呢 也同样有活动 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把时间挪到晚上 方便大家下班课直接来 那一样也会来大家听我们的严选音乐清单 同时也会有我陈寗本人亲自现场讲的讲座 带大家去体验不同的唱头 在拨黑角的时候会有什麽不一样 这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唱头是不是真的那麽重要 很简单 我们这裡有鹦鹉螺 我直接用同样的唱盘 搭配不一样的唱头 放给你贴 那关于详细的细节呢 现在你直接点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裡面就有报名的连结 那报名方式呢 跟上次一样就是呢 依照座位来划分价格 选择你想要的座位 选择你想要的饮料 选择你要来的日期就可以了 那这个座位呢 是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赶快点赶快看喔 就像这样 我们到时候现场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